长季西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婉渊派死人李清照 居然是山东人这件事 就像他的故乡张秋明水 这个青砖大瓦 小桥流水的北方古城一样 反差大的出乎人意料 这里不是江南 这里是秦南 早起出门 岁末的大雪 已经落满了这个浸在泉水上的古城 明水大街热气腾腾的泉水洋堂 老远就能门到春香 牵豆腐脚和钓炉烧饼 需要再配上一碗全程茶汤 曼山如岩坊出品的一口好果 已经千锤百炼 末红身路纺 染出的锦段又何止一匹千里江山 当船家的满舟 缓缓划过百卖泉水 我看到李清照 心松睡眼中的绿肥红兽 看到沐落川纵横百合的一身传奇 看到张秋帆子中 老几男人的共同记忆 也看到百卖泉 给这座湖城带来的无限神迹 而在雾色里 燃起全彩的灯火